民以食为天 食以稻为先 米是怎样诞生的 怎么样让老百姓吃得好 吃得健康 是需要这些科学家去努力的 科学论证 大胆实践 盐碱地 也能飘出稻花香 我的愿望是让我们全中国的人 多吃的最好吃的 江西素有江南粮仓之城 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 双季稻是这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比重居全国水稻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俗话说 要想谷满仓 首先培撞秧 御秧是水稻生产中重要的一环 也是保证丰收的先决条件之一 5月正是单几道御秧的时间 然而在江西省第一产粮大县的 鄱阳县 田里只有零散的几位农户在忙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御秧光草 御秧光草的 为了御秧有其他的 不要自己御秧了 我们这里一点点自己搞一点商量 反正就是把秧育好了 自己就用手工的移栽吧 在稻田的尽头 一座工厂处理其中 这就是稻农所说的御秧工厂 在鄱阳县 大部分农户的种子 都送到了这里进行培育 工厂化御秧是怎样进行的 它对于水稻生产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来到了位于杭州的 中国水稻研究所 御秧工厂就是这里的科研成果 你看这个更新可以吧 是吧 很壮的 我那是中国水稻研究所 祖德峰 从1986年开始到中国水稻研究所 到了现在已经快四年了 八十年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做水稻的高材 后来我们国家开着超级道的研究 超级道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超级道的一种 另一个是超级道的折培 全国的超级道折培 是我们下调的组织的 中国的超级道高材高效 提供大密集生产能用的技术 水稻 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产量最高的粮食品种 养活着六成左右的中国人 全力以赴抓好水稻生产 关乎中国人的饭碗和三农基本盘 也是朱德峰和团队 为之奋斗一生的信念 66岁已经退休的朱德峰 也正是因为这份信念 继续坚守在岗位上 研究他所热爱的水稻事业 我们现在的组织方式 有手车的 有泡烟的 有直播的 有机车的 理论上来说 机车压应该材量有比直播的高 但是很多地方农民反映 我这个是直播的材量 给我机车的材量差不多 而且没有直播的高 说明我们的机车压 既是没到位 是材量下降了 水稻直播就是不进行预央移栽 而直接将种子拨于大田的种植方式 而水稻机车 顾名思义就是用插秧机 将育成的秧苗 规范在插到大田里的种植方式 从实验数据来看 机车水稻的产量 要高于直播水稻 但为什么很多农民 采用机车方式种出来的水稻 产量反倒不如直接播种高呢 朱德峰和同事们经过实地考察 发现了问题所在 电视五年了 我种了有五千多多多田 这几年种田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麻烦 因为农民劳动地已经请不到 我们扑羊户三月底 四月初 气温非常低 对不对 我们去直播的话 风险也很大 搞得我们那个非常困扰 现在实际上 原来无论是多大面积的机车育秧 在播种后 都会将育秧盘铺在稻田中 大约20天的时间 等秧苗长到12厘米左右 再进行插秧 在这个过程中 种子出苗要时刻面临 太阳的曝晒或不良天气的威胁 烂种烂牙死苗的几率非常高 我如果种100毛机车 它有约120门的羊 为什么有120门的羊呢 是因为羊没有约好 耐中耐牙死苗 毕竟肺羊了 才就知道 现在贵的种子五十块钱 那有的地方离着外道的话 用四斤种子 种子的成本就两百块了 那如果你的肺掉 就是两百块就乱费掉了 那农民不高兴了 农民先还不是用常规刀 我们察觉到的密结局下来了 那我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察觉到的密结可以恢复 那以后我们的种子材料 可以提高 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益准 那么朱德峰团队 究竟研究出了什么样的方法 解决羊苗在自然环境下 生长质量差的问题呢 在里面看看我们的村苗说 这个怎么这么热呀 因为我们水到种子村苗呢 只有温度 这个温度得多少了呀 温度大概三十一度左右 里面这个一块一块是什么呀 这是羊盆 眼前这些塑料小山 是由一张张羊盘堆叠而成 羊盘里刚刚冒出的白芽 就是水到刚出苗的嫩芽 在大量的科研实验中 朱德峰团队发现 想要解决羊苗生长质量差的问题 必须要保证水到种子 顺利破土成苗 为了避免不良天气 及其他病虫害的影响 他们将这一阶段的培育工作 放入了室内 由于室内空间有限 朱德峰和同事们想出了 堆叠羊盘的办法 这里有多少层啊 这个一套25张 一个大概8到10斤 8到10斤 对 那也就是说25层 最下面这一层 它承受了得有200多斤的重量 是的 那它这个羊苗能正常生长 你怕它要老了是吧 对 我们羊苗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这个重量呢 基本上在羊苗上面 把羊盘叠放在一起 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 却并不简单 为了使羊盘能够叠起来 满足种子出苗需要的条件 朱德峰团队 研究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做四年的大谱 哦哦哦 你看这个网呢 也是包麻雀 也是包我们水道 哦 防麻雀是吧 对 尽管要进去嘛 哦 这是很多类型的烟袍 哦 这么一大路都是 对 这是很多呢 是我们沟区开发了 但是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有一些呢 也是生产上才用的 那个是承择了一些问题 主要问题是什么 第一 你可以洗的我们 调部串苗的 就羊盘有它的整齐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的羊盘 都调整齐 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朱德峰团队 在多年实验过程中 使用过的羊盘 因为生产厂家不同 这些羊盘的型号也都不同 在叠盘实验过程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羊盘 那这个羊盘呢 就孔太多了 这个孔是漏水的 对啊 漏水 我们需要漏水的 但是不能这么多 这么多的话 水下去马上就漏光了 而且呢 根系很多都会通过孔 往地下扎 那个农民起样就起来了 这个呢另外一个问题来的 你可以一下中期凹下去了 是吧 那像这种羊盘 如果你取原压 那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水往低处流 水切中了以后 旁边呢成压的很好 100口种子 可能成7多口8多口苗 那中期100口种子 可能只成4多口苗了 常规的羊盘不好用 朱德峰决定带领团队 自己设计 但是过程却并不顺利 在他的摄像中 新的羊盘除了能叠起来 透水性也必须达到最佳 从最初的各种想法 到最终付诸行动 中间更新了将近10代 你看 原来这个羊盘 也是我们设计的 但是旁边呢 都是这种结构的 现在我们呢 对羊盘是用机器手 插不进去 那个是扎不老 所以我们系的结构又给了 开个模具很贵啊 早的时候可能是5万 现在是8万4万了 一构啊模具 那中文我们也就 那你如果用不了 那就浪费了 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可以养破呀 可以释放这构 结果说我们只知道 你的结构就行了 我们就不用了 因为设计的呢 像这种 强度不够 中期啊用的长了也容易熬下去 调背也会比较差 你看我们系的是新二代的 那个调背方法 那给了 能正好卡住 对 就拿一个两张羊盘啊 那个是机器进去的话呢 系的你可以用过多年了 那个睡觉说很脏了 但是调子没问题 还是看起来很反正 是的 毕竟两年多的不断改进 新一代适用于谍方的羊盘 终于研发了出来 朱德峰团队带着新技术 找到了当地的一个重粮大户 希望落地使用后 再改进优化 由于开始我们也不太相信 是不是 他通过周老师来 给我们上课 读书农民学习一下 带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观摩一下 在农民之中的见识 是看到 这是实大实的东西 因为常年和农户打交道 大家对朱德峰非常信任 对于他带来的新技术 也很期待 就这样 第一次碟盘出苗试验开始了 不过在试验之前 大家有一个担心 在自然环境中 有风有雨 温度湿度也在随时变化 千百年来 水稻一直在这种环境下 生根发芽 如果搬到室内 如何保证叠起来的每一个羊盘 都能顺利出苗 温度和湿度 又该如何控制呢 我们不调配的话 农民直接放出去 他当然可以浇水 如果调配的话 水分双缩的满了 能够保湿了 如果我这个快径 湿度游是很高 那么水分就不会双缩了 羊盘叠起来后 不能通过浇水的方式 保持水分 于是 猪得风便想到了 通过提高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方法 来为水稻种子提供足够的水分 问题是 要怎样才能控制 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使它确保水稻种子 可以正常发育呢 我们因为当时也没有很好的设备 我们用那个家里高压钩 而最发的蒸汽去增温 增湿 我蒸汽直接放出来 种子不是都阻碎了吗 都死光了吗 但是我又有温度又有蒸汽 那我四公分以上 它的温度已经大幅下降了 那就可以用了 朱德峰以蒸汽为灵感 为于央视设计了一套 增温增湿一体化的设备 为水稻种子发芽 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什么样的湿度 是水稻种子最喜爱的 发芽湿度呢 是这里吗 陈老师 是的 我们要做实验是吗 对 那做什么实验 我们今天主要是 在蒸汤丑苗条件下 看看它哪个湿度最适合发芽 你可以挑三个湿度 然后我也挑一个湿度 我们来比较一下看哪个最好 我们先把种子拨下去 这个种子是经过种效果毒的 在合适的温度湿度下 很快就会发芽了 很快就会发芽了 温度是 温度我们做过大量的试验 30到32度是比较适合的 我们将种子均匀地拨在鱼缸中后 在陈慧哲提议下 编导随机选择了 60% 70% 75%的湿度 陈慧哲选择了90%的湿度 放入了人工气候箱 并调整好相应的湿度 究竟哪种湿度 才是水稻种子最适宜的 发芽湿度 我们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24小时后 我们随机检查了一番 发现其中一个气候箱里面的种子 已经开始生长 猜猜看 这是哪种湿度下的种子呢 48小时后 我们打开了气候箱 发现四种湿度下的种子 只有90%湿度下的种子 顺利生根发芽 我们就是用了60% 70% 80% 还有90%的湿度 然后做过上四批的实验 基本上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说 90%的湿度条件下 一个发芽比较好 另外一个发芽会长得快 得出精准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朱德峰团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接下来 碟盘出苗实验正式启动了 48小时后 种子都顺利出芽了 在蒸汽的帮助下 碟盘内部的温度和湿度 也循环得非常顺利 上下央盘里的嫩芽整整齐齐 经过统计 种子出苗率高达85%至90% 比室外大田育羊 足足高出了20至30个百分点 找到了一般是生液中下型 开始剥种 一个羊里面积大 用种量比较大 如果是放在家里自家发芽 搞得不好就会烧包 烧牙烧种的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温色发芽 的话呢 一个用种量减少了 第二个劳动力减少了 因为机械比農工还是便宜的 你要做好农业也就 第一 由于热情 所谓热情也就是说 你做工作 你不是做了一个工作 为了拿工资 你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第二呢 我们是由于激情 那个是你想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努力地把它做好 你如果把负责 那是保育好的 为了使种子出苗率稳定提高 朱德峰团队又将目标 放在了培育健壮羊苗的 育羊机制上 什么样的土壤最有利于 稻种生长发芽呢 经过多次的取样对比 和实验对比 他们选用了泥炭土 作为主要原料 做床土 这个泥炭土呢 今天呢 PHG比较低 对到种子的发芽生长呢 是有水性的外境 第二呢 它的那个是你可以 通通性很好 那个是透气 所以种子波的里面呢 容易发芽 容易长根 第三呢 这个泥炭土啊 那个是包式包肥的功能 比较好 我觉得包容性比较强是吗 对 就是能够把肥料的水分 缩在里面 这个土感觉很轻啊 那么选用泥炭土为机制的 基本床土 对于水稻育羊 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这个就是水稻所的实验基地 一般我们的很多实验 都是在这个实验基地里做的 你看那边他们是在耕地了 准备了 接下去要种水稻了 我们今天呢 是到田径来取一些稻田的土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看看它跟泥炭啊 还有汉地土啊 有什么差异 做了实验就能知道了 对 做了实验就知道了 那这我们没法拿呀 对 我们挑一个钢的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稻田里的 弄出来的 这个这么硬 像水泥一样能行吗 可以有有自然的硬钢来的 极致的透气性和包容性越好 种子就越容易生根发芽 我们找到了一些稻泥 汉地土和泥炭土 打算测试一番 究竟哪种机制的透气性和包容性 会更好呢 程老师咱们怎么做呀 我们把每一样的土啊 都打到栗子相同的高度 加一样的水 然后去过滤这个水是吧 对 好的 那就先 这倍能够的 很高的 我让你做的 很厉害 如果 你能够的 我嘛 你能够的 昨天 我 不是 你 respond 我 你 改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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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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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而帮助农户 在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前提下 实现水稻的丰产增收 这对确保我国鼓舞自己 口粮绝对安全 有着重要意义